炎炎夏日宅在家 有哪些好玩的派对游戏适合开趴 本期我们就向大家推荐10款超好玩的派对游戏 保证种类齐全应有尽有 让你和朋友爽玩整个暑假 良心推荐 记得点赞收藏 百战天虫 战争武器 本作是一款2D卡通风格的回合制策略类游戏 玩家将控制虫子 在多变的地形中使用各种武器进行战斗 当然武器发射出去都是成炮物线的形式 因此不仅仅考验玩家的预判能力 炮火还会对游戏的场景本身构成破坏 进而改变地形的格局 从乐子人的角度来说 玩家们的对战总会出现包括弹不限于 一发炮弹打出去 却因为各种原因打不到目标 或者打到了自己 也会出现总有人跑到了坑爹地形里 导致别人谁都打不到他 可这家伙也永远打不到别人的离谱情况等等 同时由于游戏还引用了坦克 机甲 直升机杖的载具系统 还支持拆解道具 获取材料 来制造武器道具等要素 这就使得游戏性的丰富度进一步的提升 本作可以容纳6人同时又玩 每个人还可以控制最多8只虫子 总之本作可以被归类为 玩法极其成熟 在人生任何阶段 都可以重新拾起来玩的佳作系列 千万不要错过 猛兽派对 如果要说最近几年 最让人眼前一亮的派对类游戏 那猛兽派对一定是其中之一 凭借着可爱笨拙 但又不失恐无有力的动物形象 一下就把反叉猛给玩到了极致 很多时候 人们决定入坑一款游戏 就在一个瞬间 而本作通过从视觉与动作上的精致打磨 成功做到了这一手 一瞬间就能俘获玩家芳心的绝技 游戏支持8名玩家 围绕着生存赛 得分赛 阶级赛 三种模式进行游戏 在不同的玩法模式中 玩家可以使用各种武器进行对战 但整体场面极其的热闹欢乐 看着可爱毛茸的小动物们乱舞王八拳 真的是太好玩了 那如此热闹的原因 也在于游戏场景设计的出色 大小合适 正好能让玩家们密集乱斗的同时 还能施展的开 各种武器道具也都很好玩 甚至就算淘汰这场外的玩家 也还能继续影响战局 应该说本作设计的确实不错 而在最近猛兽派对 正式登陆了VGame平台 上线时游戏会打七折 结合优惠券可以达成新的10D价格 VGame版本联机便捷稳定 同样可以和Steam好友联机 在原价基础上 双人包6.6折 四人包6.3折 免费获得夏季通行证 同时游戏更新了新赛季内容 卡丁车模式 是的 在猛兽派对里 你也可以与小伙伴激情倾诉了 VGame也将游戏本身进行联动 推出新皮肤 还有网页段的各种活动等着你 感兴趣的小伙伴不要错过哦 橡胶强盗 游戏中你将会同伴扮演 橡胶材质的强盗 耐着魔性的步伐来完成 你作为强盗的本职工作 游戏玩法范围阶级闯关 和多人对战 其中阶级闯关 就是玩家组队攻克游戏准备的关卡 需要与一些NPC对抗 而多人对战主打的就是一个互坑 玩家可以互殴 投掷各种武器道具 也可以从场景里找到 BioBio这种高级武器 成为四人中最大的威胁 虽然结局大概率也是在 混乱的战斗中 被不知哪儿飞来的椅子 或者是什么的给打掉 当然游戏也提供了很多其他玩法 像比如说 传递炸弹 抢夺零食 混战等玩法 都在游戏可以塑造出的 混乱热闹 但又充满趣味的场景的带动下 变得格外的热闹好玩 总之本作的一玩门槛非常低 随便叫几个平日里 不会玩游戏的朋友来入坑 也很不错 当然前提的保证 你约的这些朋友 脾气都比较好 你所想象到的派对的游戏 应该是什么样 明亮的光影 相应的颜色构筑的舞台 然后弄一些会是可爱 或是模型的小人 供玩家选择 然后就乱斗 可能很多游戏确实是这么做的 但 萌萌小人大乱斗可不是这个画风 用现在的眼光来看 本作的画风甚至有点浅漏 然而朴实乌坏的外表下 隐藏的却是满满的游戏性 游戏中你可以推拉打拽你的对手 让它们掉进场景中的陷阱里 像是寂静的地铁站 漂亮并驾飞驰的货车车顶等等 在这样的场景下展开乱斗 你会怎么做呢 反正你能想象得到的这游戏都能满足你 不得不说 本作那简陋粗糙 但沙雕的气质 反而比何佳欢风格的作品 更能激发起玩家 相对有出黑手的欲望 顺便一提 如果你没有朋友 去搜索本作播放量高的实况视频 一样保你小到喷饭 锁链成形 听一听这中文名字 你就该知道 这游戏多少是带有点恶趣味的 在本作中 你需要和其他四名队友 一起被锁链扇起来 身处犹如末日炼狱一样的场景中 去通过一只绵延向上的跳台关卡 这里可能会有需要四个人一起蹦上去的跳床 也可能会有在空中 不断滚动旋转的飞驶作为跳台 以及一堆尖刺构成的陷阱等等等等 这要是配合默契倒是还好 但凡没有指挥 或者其他人不听话 一个人抓着其他三个一起掉下去 那画面可真是美的不敢看了 如果玩上头了的话 吃瓜群众看得非常开心 四个当事人肯定会觉得 这末日炼狱般的场景一点都不压抑 毕竟我们四个就是彼此间的炼狱 总之本作是属于 只要看一眼就知道 自己与朋友究竟合不合拍的那种 如果你想提升默契程度 要玩本作确实还不错 本作是一款大富翁加竞技的派对类游戏 玩家需要和大富翁一样指头子 然后在地图中前进 经历地图上各种特殊事件 沿途卡的宝箱最多者赢 但宝箱是锁着的 要想获得钥匙 就得参与到游戏过程出发的小游戏当中去 取得胜利即可获得钥匙 这些小游戏包括 但不限于射击打把 躲避球 赛车竞速之类的 当然同样是包含了死绊子玩法的 游戏整体呈现一种无厘头搞怪风格 最多支持四到八人一起游玩 枪 血 意大利黑手党2 其实从本作的名字里的单词就可以知道 这是一款什么样的游戏 于是剩下的问题就只有一个 游戏对这个主题诠释的如何 对此我只想说 简直太对味了 虽然这只是一个横版游戏 但战斗场面真的是异常火爆 汽油桶的爆炸 番茄酱的纷飞 命中投顶时 泵飞的到处都是的效果爽到不行 本作主打的就是把这一切都勾勒得干脆利落 有直白过瘾 而如果你约上三个好友与你一同闯关 那混乱与火爆的效果将引来乘4的效果 十分爽快过瘾 极其推荐 萌猫公园 派对游戏除了正义护空还有什么 当然是团队协作了 萌猫公园这游戏 与其他让玩家各司其职的游戏不同 本作的关卡机关破解是依赖人数的 比如这里的机关需要三个人去推 然后上面的门会打开 需要两个人 一个拿钥匙 一个开另一个机关与下面配合 于是问题来了 哪三个人下面推 哪两个去上面拿钥匙 有人可能想去上面 有人想在下面 这其中还可能有人此刻还没弄懂上下机关的关联呢 从三个人到五个人 再到最多八个人 人越多就会越混乱 你想当领导 别人也想指挥 还有可能指挥来指挥去 却指挥错了 这其中会产生的分歧 混乱和现实人群聚集时会产生的效果完全一样 尽管游戏的画面极其简洁 目的就是让你一目了然的看清楚关卡的逻辑 但因为组织系调工作非常难做 还是会出现各种各样的趣事发生 也好在游戏目标非常的简单直观 致使大家目的上会拧成一股神 哪怕再混乱 只要耐心充足 最终仍然能顺利完成关卡 那时的成就感以及治愈感 还是很具有鼓舞能力 让大家继续推进下去的 因此别看画面简单 无论是观赏性还是亲身上手试玩都非常不错 分手农场 本作是一款种田类派对游戏 玩家需要辛苦耕耘自己的一亩三分地 同时也得小心别被其他玩家偷取了劳动成果 不过也不仅仅是偷取那么简单 甚至还可以一把火烧掉 怎么样 是不是听着就要红温了 当然 你也可以设置一些抵御设施来保护自己种植物 只能说这年头我都种地了 还要进行对抗博弈 是真的不容易 游戏的地图设计目前看着还可以 感兴趣的可以先下载单目版尝试 最多支持八人联机 一起开火车 本作是款多人合作建设类游戏 本家需要与好友 一同在不断前进变坏的场景和气候中 克服各种困难修建铁路 以确保货车能够安全地驶过这段路程 主打的就是一个手忙脚乱 游戏支持四人联机 但同时也可以进行两两对抗 两对玩家分别铺设一条铁路 看谁的火车先到终点 喜欢此种题材的玩家可以试试 那么以上就是本期推荐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你还玩过其他品质优良的其他同类作品 也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推荐 总之 如果觉得这期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 可以点赞关注三连支持一下 这里是最直接的良心推荐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见